每天十分钟听老杨读书 上一集我们看到宝玉先后被翠驴 香云 习人 宝钗 摄月都鄙视了 原因就是她身上的毛病 是什么毛病呢 因为她没有分寸礼节 她跟姊妹们没有分寸 白天黑夜跑过去玩 跟丫头们没有礼节 不让自己的丫头伺候 反而去蹭表妹的洗脸水 除了黛玉 宝玉身边的所有女性都觉得这是毛病 要改 可是宝玉呢 自己从来都没觉得这是毛病 所以在共识上产生了矛盾 大家觉得宝玉是明知故问 而且屡教不改 宝玉呢却觉得自己委屈 就这样习人和摄月 开始跟宝玉冷战了 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也一样 男女之间的这种矛盾非常正常 相同年龄段的女孩 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 都比男孩发育早 他们会觉得身边的男孩很幼稚 而男孩呢 总是不想长大 他们有的是晚点长大 有的则会一辈子都长不大 因此这种成长的烦恼 其实从古至今都一直存在 在这一集 我们将会看到 宝玉的第一次觉悟 通过读庄子 她领悟到了什么呢 让我们先一起读原文第二段 熟悉细节的小伙伴 可以直接跳转讲解部分 直接习人睡在外头炕上 摄月在旁磨骨牌 宝玉素知摄月与习人亲厚 一并连摄月也不理 揭起软帘自往里肩来 摄月指的跟进来 宝玉便推她出去 说 不敢惊动你们 摄月指的笑着出来 换了两个小丫头进来 宝玉拿一本书 歪着看了半天 硬要查 抬头只见两个小丫头在地下站着 一个大丫的身得十分水秀 宝玉便问 你叫什么名字 那丫头便说 叫慧香 宝玉便问 是谁起的 慧香道 我原叫云香的 是花大姐姐改了慧香 宝玉道 正警开叫慧气罢了 什么慧香呢 又问 你子没几个 慧香道 四个 宝玉道 你弟姐 慧香道 第四 宝玉道 名儿就叫慧儿 不必什么慧香蓝气的 哪一个配比这些花 没得电汝了好名好姓 一面说 一面命她倒了茶来吃 其人摄月在外间听了 明嘴而笑 这一日 宝玉也不大出房 也不和姊妹丫头等嘶闹 自己闷闷的 只不过拿着书解闷 或弄笔墨 也不使唤众人 只叫慧儿答应 谁知慧儿是个聪明乖巧不过的丫头 见宝玉用她 她便尽方法笼络宝玉 至晚饭后 宝玉应吃了两杯酒 眼形耳热之际 若往日则有席人等 大家喜笑有幸 今日却冷清清的艺人对灯 好没兴趣 但要赶了他们去 又怕他们得了艺 以后越发来劝 若拿出座上的规矩来镇虎 似乎无情太甚 说不得恒星只当他们死了 恒数自然也要过的 便全当他们死了 毫无牵挂 反能怡然自悦 阴密四尔简灯烹茶 自己看一回南华经 正看至外篇屈切一则 其文曰 故决胜弃之 大道乃止 治愈悔诛 小道不起 焚福破喜 而民普比 猴斗折衡 而民不争 但残天下之圣法 而民时可与论意 灼乱六律 朔绝于色 塞骨矿之耳 而天下使人 含其聪矣 灭文章 散无彩 焦诸离之木 而天下使人 含其名矣 毁钩绳 而弃规矩 立功锤之指 而天下使人 有其巧矣 看至此 意去扬扬 趁着久幸 不禁提笔续约 焚花散射 而规格使人 含其劝矣 枪宝钗之仙姿 灰黛玉之灵俏 丧俭情矣 而规格之美物 使相泪矣 彼含其劝 则无身伤之鱼矣 枪其仙姿 无恋爱之心矣 窥其灵俏 无才思之情矣 彼钗玉 花设者 皆张其罗 而血其随 所以弥眩缠线 天下者也 续臂 致彼旧寝 头刚着枕便呼睡去 一夜尽不知所知 直至天明方醒 翻身看时 只见习人合一睡在情上 宝玉将昨日的事 以赴予度外 便推他说道 起来好生睡 看洞着了 原来习人见他 吴小叶和姊妹私混 若直劝他料不能改 故以柔情以谨知 料他不过半日片刻 仍付好了 不想宝玉 一日一夜尽不回转 此起反不得主意 只一夜 没好生睡得 今呼见宝玉如此 要他心意回转 给月姓不踩他 宝玉见他不硬 便伸手替他解衣 刚解开了扭子 被席人将手推开 又自扣了 宝玉无法 只得拉他的手笑道 你到底怎么了 连问几声 席人睁眼说道 我也不怎么 你睡醒了 你自过那边房里去梳洗 再迟了就赶不上了 宝玉道 我过哪里去 席人冷笑道 你问我 我知道 你爱往哪里去 就往哪里去 从今儿 咱们两个丢开手 省得寄生额斗 叫别人笑 横竖那边腻了过来 这边又有个什么 四而五而服饰 我们这起东西 可是白电辱了 好名好姓的 宝玉笑道 你今儿还记着呢 席人道 一百年还记着呢 比不得你 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 夜里说了 早起就忘了 宝玉见他娇称满面 情不可敬 更像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 一跌两段 说道 我再不听你说 就同这个一样 席人忙得拾了簪子 说道 大清早起 这是何苦来 听不听什么要紧 也值得这种样子 宝玉道 你哪里知道我心里急 席人笑道 你也知道着急吗 可知我心里怎么着 快起来洗脸去吧 说着 二人方起来书洗 宝玉往上房去后 随之带玉走来 见宝玉不在房中 因翻弄岸上书看 可巧翻出左儿的庄子来 看着所续之处 不觉又气又笑 不禁也提笔 叙述一绝云 无端弄笔是何人 作见南华庄子英 不悔自己无见识 却将仇语怪他人 写壁也往上房来见贾母 后往王夫人出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